吴景帝孙修 孙亮被废之后 孙俊的弟弟孙林 决定盈利吴大帝孙权的 第六个儿子孙修为帝 开始孙修并不相信 一路上齐齐亭廷拖延时间 并且派人打探消息 直到来人回报说 这事是真的 这孙修方才加快步伐 星夜赶往京城 随后便在众大臣的拥护下 登基称帝 这孙修能够当上皇帝 孙林的功劳是最大的 因此孙修在即位后不久 将孙林 孙恩 孙俊等五人封为侯 并将吴国军政事务 交给孙林处置 从此孙林五兄弟 全势熏天 为所欲为 孙修虽然贵为君主 但什么都得听孙林的 不过这时间长了呀 两个人之间还是发生了矛盾 有一次这孙林给孙修献酒 不知孙修是有什么想法 竟然拒绝不收 孙林无奈 只得顺路将酒带入了 左将军张布的家里 在张布家喝醉的孙林 实在是忍受不了孙修给他的气 于是趁着九姓